孩子都不會規劃時間 孩子都沒有時間觀念 你的小孩會不會這樣子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因爲什麼 暑假到了 暑假到了 你要 孩子要會什麼 時間規劃啊 不然的話 漫漫長的兩個月過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 一下子就八月底了 每一年都是這樣子 那都在浪費時間 因爲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去善用這個 對 是可以玩的時間 但是 我覺得厲害的小朋友 或者是厲害的爸爸媽媽就會引導孩子 又有玩 又有學習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一直在浪費時間 每天都在看電視 每天都在手遊 每一天都在 好像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時間就一天一天這樣過去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在於 我們這一個世代的很多的小朋友 其實他不太會規劃時間 或者是沒有時間的觀念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呢 當然是啊 不要講說放假 就是平常在上課的時候 很多的小朋友都是這樣子的 就好像都是一副無關緊要 然後呢 都不敢喔 你知道都不會很急 但是急的總是都是爸爸媽媽 你說王老師講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為什麼要在放暑假前 要來開這一集 就是教孩子時間規劃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重要了 好 來 晚安 看到大家 好 來 雅筑媽媽 你說小朋友 學會時間規劃是不是很重要咧 有沒有 好 大家晚安 有看到大家 好 來 上來先來 say hello 一下 好 因為今天要講的議題啊 我覺得每個年齡都適用 所以王老師幫大家規劃了 如何教孩子時間規劃 好 來 兩歲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好 然後呢 小學生 低年級 高年級 應該要怎麼樣去訓練他們的時間規劃 這樣的一個能力 我覺得很重要 好 我覺得很重要 Vicky 哈囉 晚安 晚如媽媽 晚安 好 陳曉帆 晚安 都上來了 好 來 我覺得今天是 就是 所有的家長 就是 如果你每一天都在那邊吼啊 每一天都在那邊吹啊 吹 吹 每一天都在吹 一直快一點 快一點 快一點 好 然後吹 吹不停的 好 好 加油小學生 非常需要對不對 Niko王 對 我覺得真的是很需要 因為 會時間規劃的 真的會差很多 尤其是 暑假不要浪費 暑假不要浪費 就是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 當然是可以玩 但是不要 時間上面 都 都一直在 在 在 每一天都是好像 覺得時間都是 無限的揮霍 那種 那種感覺 吼 好 當然也不是暑假的時候 還要拼命的學習 當然不是這樣子 但是要怎麼樣分配 到底要怎麼樣規劃 甚至很多的孩子 是沒有時間上面的那個觀念 我覺得這是今天 我們要來討論的 好 來 我們現在 一開始的時候 好 大家都上來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 常見的問題 孩子常見 不會規劃時間 會怎樣咧 第一種 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一直在講 不會規劃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時間不會規劃 第二個 凡事都要媽媽吹 都要人家提醒 好 那第三個 很會拖 拖拖拉拉也是一個常見的 你說對不對 拖拖拉拉 然後常常都要 拖到最後一刻才要做 來 有那個 家有那種要拖到最後一刻才要做的 來 趕快 來講一下 對 真是13 王老師講對的 都要拖到最後一刻 好 來 喔 兩歲小孩 成育育媽媽 來 兩歲 二到三歲其實也有一些 教時間的一些方法 待會兒就告訴你 很簡單 你今天來聽完 以後你就發現 原來那個年齡層 這樣子做就可以了 好 來 第四個 不會善用零歲的時間 零歲的時間很重要 零歲的時間這樣加加減減的 然後如果會用的小朋友的話 他其實是變成很 可以學很多東西的 零歲的時間不會用的 到長大的時候 他還是不會用零歲的時間 好 那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 不會判斷事情的輕重緩急 該做的不先做 然後呢 不該做的就先趕快去做了 或者是倒過來 不該做的就趕快 就迫不及待了 然後都不能等的 然後呢 然後很多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該做的這些事情 都放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才會做 不會判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不會判斷誰要先 誰要後 有嗎 有沒有這種的 好來 Snow說權重 秋明明晚安 有看到你 Fiona你說講幾次都沒有用 因為沒有時間觀念啊 時間是一個很抽象的 我們今天在講 時間是一個很抽象的一個觀念 你如果沒有循序漸進的去 去教他 那 我告訴各位 那個 那個時間上面的這些管理 或時間上面這些規劃 絕對不是天生的 你先記起來第一個重點 絕對不是天生 時間上面的觀念 跟時間上面這些計畫 這些能力 都是交出來的 所以 我才會在這邊跟大家講說 有一些 Table 好 陳小白媽媽說 有很嚴重的拖延症喔 好 定義媽媽說 現在小六升喔 要升國一嘛 還拖拖拉拉 還有沒有救 有喔 當然有救啊 怎麼會沒有救 好 只是說 現在小六升 到現在都還是拖拖拉拉 你等一下要聽的是 從低年級到高年級的方法 你通通都要學起來 因為他可能基礎就沒有達好 他有些 時間上面的這些基礎就沒有達好 好 來 下一張我來看喔 好 第六個 沒有事情做的時候就會想要玩手機啦 好 來 第七個 缺乏時間上面的這些觀念 第一 沒有時間觀念 就沒有那個 多長多短 30分鐘 一小時等等這種時間 這種長短的這種觀念 你有沒有發現 家裡面如果有比較大的小朋友的話 你想想看 你家的小朋友 雖然已經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你有沒有發現 他對於半小時 一小時的這種 這種時間的觀念 他其實還是不是很清楚的 有很多的小朋友這樣 好 來第八個 喔第八個就氣死人了 有沒有 覺得來不及也沒關係 來 親力 給我一個符號 有的話 你不管是你要按 按心啊還是按笑臉啊什麼時候 你家的小孩有沒有覺得來不及也沒關係 遲到也沒關係的咧 有沒有 好 不管幾年級喔 我覺得 一到三年級很常見 四到六年級已經痞痞的了 四到六年級已經痞痞 一到六 一到三年級的時候 就有時候就是 你就會覺得說 你都好像都來不及的都沒有關係 遲到都是不是你的事的那種感覺 好來何宇賢說對 好 然後 對啊真的是這樣子啊 好 那再來 第九個是什麼 常常答應好 卻遲遲不去做 有沒有 好 好 我往往是講的東西都是 現代小孩的問題啦 真的啦 所以很頭痛的都要進來稍微學一些 簡單的這些溝通的方法 或者是一些 一些互動的方法 因為 這些孩子其實都蠻聰明的 但是這些孩子其實都缺了一些能力 像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時間的觀念沒有啦 然後管理時間的能力沒有啦 計畫的能力沒有啦 然後這些能力 你如果沒有培養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就一直都這樣子很散漫啊 然後一直都這樣子拖拖拉拉的啊 一直都不 都這樣不積極啊 然後你看 這邊就有一個媽媽講到一個重點 到最後就會變成 天天遲到的國中生 或者說是 就沒有動 沒有學習動力 或者是學習動機 我們的小朋友怎麼會變這樣 因為他 在時間上面掌控不好 他就會覺得很急迫 急迫久了以後 他就會放棄 他們其實是在一種 你覺得無關緊要 他其實是在一種 很無奈的這種情緒裡面說 不然我能怎樣 所以其實 時間管理 或者是時間上面規劃 弱的小朋友 其實就是能力不足的小朋友耶 這個要寫下來 其實你看到他們沒有時間觀念 被你在那邊吹 被你在那邊吼 然後你弄得很生氣的 這一群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也是 無能為力的小朋友 不知道怎麼辦的小朋友 所以今天就要來交交說 這一群小朋友 他們應該要怎麼樣學 時間上面的這些計畫的能力 跟規劃的能力 所以 第九個也是氣死 第八個 第九個都是 那個生氣指數 都可以達到十的有沒有 真的 吳秀醫媽媽媽說真的 好來 少奇媽媽媽說 對 說的事情一直遲遲都不去做喔 然後很會脫喔 好 OK喔 好再來 第十個 常常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欸 回家了以後不知道自己 下一步要做什麼耶 或者是接下來他要幹嘛耶 齁 那 我覺得這種也很多耶 齁 那明明就是 他每天回來時候 要做的事情可能都是一樣的 可是 你就會發現 每天回來的時候 好像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幹嘛 這當然也是時間的問題啊 時間觀念的問題 或者是時間規劃的問題啊 齁好 對齁 來 如果媽媽說吃完飯要順手洗碗 不做的話 狡辯說要先休息 過了很久的時候就開始忘記了齁 然後一定要罵的時候再回來等等 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當然心很累啊 齁好 一定都是這樣 真的 齁好 那 我現在齁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不同年齡 不同的年齡的小朋友 對於時間這件事情啊 我們有東西是可以交的 前面齁 你一定要添掉最後齁 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送大家 暑假的日計畫表 齁日計畫表 2024最新版的 暑假的 2024暑假日計畫表 還有2024暑假週計畫表 很好用 你回去的時候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給大家連結的時候 然後你就 你就去下載了以後 就印出來 這個暑假 你就用這個方式 讓小朋友去填去寫 但我現在要把 我現在要先把 方法寫 先講出來了以後 然後 你再配合 我等一下要給大家的這一份教材 這樣有很感情耶 有沒有 就是真的是 就是 都幫大家設想很周到 因為他除了 懂這些 跟去做這些以外 他還要練習 他還要練習 那過去我們很多的小朋友 都沒有經過練習 練習排時間 或者是規劃時間 所以一遇到 事情很多的時候 或者是 反過來 事情很少的時候 他們就不知道要怎麼做了 他們就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好來 OK喔 待會就留到最後的 我一定會送給大家 最認真的同學 我當然就是要把 我辛苦編的教材 要免費的送給你們 好來 前面 兩歲其實很簡單 你說 兩歲就開始教時間觀念 對啊 不然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對啊 那時間的觀念 在兩歲的時候 只有兩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就是 維持規律的休息 該什麼時間 做什麼事情 齁 那個時間 就做那個事情 把它規律 把它作息 規律化 好寫下來 兩歲 規律化 齁 規律化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小重點就是 當 譬如說早上起來的時候 齁 早上起來的時候 可能先刷牙啊 然後洗洗臉啊 齁 好 或者是甚至是 來抱一抱啊等等 這個都 都好啊齁 好 然後到中午的時候 吃完飯了以後 要睡覺啊 要睡午覺啊 齁 然後下午的時候 起床了以後 又要做什麼事情啊 這個時候呢 你做完這個規律了以後 再跟他講說 齁 齁 現在是早上喔 我們現在要幹嘛喔 現在中午了 齁 現在下午了 齁 現在天黑黑 晚上了 我們要做什麼 幫他把這個時間 早 中 午 晚 等等這樣子的 幫他說出來 而且跟事件做連結 齁 跟事件做連結 就這麼簡單 所以第一個叫規律化 兩歲規律化 齁 不可以讓兩歲以後的小朋友 做習還是蠻混亂的喔 齁 要慢慢的規律化 那你說前面可能 在baby時期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可能 吃不好啊 睡不好啊 然後做習會稍微 比較亂一點點 兩歲之後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訓練的一個時間了 慢慢的把它規律化 齁 那這些規律化的時候 就在建立 時間觀念的基礎 就在建立時間觀念的基礎 好 那我剛才有講 什麼早中午晚 等等這樣子 要跟寶寶這樣子講喔 好 你倒帶回去看 你每天這樣子的話 其實在 在給孩子一個 基本的時間觀念 所以你看 我們是不是都教得很早 但是我們教 不用很刻意去教耶 我們把它生活化 我們把它 在日常生活裡面 就套用這些東西 然後你把它弄成 是一種習慣 它慢慢的就開始會 做一個抽象的認知的 這樣子一個學習 時間當然是抽象認知啊 齁 時間 這個是摸不著的 然後也沒有很具體的 所以時間當然要 學阿 好 再來喔 三到四歲的小朋友 我們怎麼教呢 也很簡單 時間排序練習 好 時間排序練習 好 排排看 什麼事情先發生 什麼事情先結束 我舉這一本 在教時間觀念的這一本 叫做為什麼不能等一下 這個是王老師要給大家訓練 我覺得是二到六歲的小朋友 基礎的時間觀念 我覺得一本很棒的書 什麼叫做時間排序的這些練習 好來喔 你看喔 樂樂刷完牙了以後來吃吐司喔 然後是早上一直早起來的時候 然後樂樂就開始去刷牙 然後他說早餐好好吃喔 好來然後再來的時候 刷完牙了以後要做什麼 要來餐桌上面坐著 然後吃早餐 好開始吃早餐 吃完早餐了以後 媽媽我吃飽了喔 我要去收包包喔 OK這就在排序 好這就在排序 先起床 然後呢再刷牙 吃東西了以後 然後呢要吃東西的時候 要坐在餐桌上 離開餐桌了以後 去收出門要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叫做故事排序 這叫做有時間性的故事排序 老師還在這邊幫大家畫了一些小時鐘喔 好就算小朋友不認識 但是他總知道這個是時鐘 然後慢慢的建立他 喔這個時間是有動態的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這個故事也是有動態的 所以呢很多小朋友在念這些書的時候 就很可愛啊 他就然後 然後然後 然後熱熱 然後呢 然後又去哪裡 然後去收包包喔 然後去吃飯喔 然後做做喔 OK用他們會的那個語言 然後那個然後 這就是時間的連接詞 這樣子學的超快 就開始就慢慢的有時間排序等等 這樣子一個概念 可是老師這樣講的很簡單耶 現在很多的小學生 他根本連那個什麼事該先做 什麼事不該先做等等 這個都還是搞不清楚 那很多爸媽就會說 他就是故意的 都沒有放在心上 然後呢 他都沒有在認真等等 我說不是 是因為他們從小 沒有被建立這種 時間排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呢 他分不清楚 我們剛才講的那十點裡面的那種 輕重緩急 好有沒有人很喜歡看這一本 教時間的書呢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 悠悠跟樂樂的故事呢 齁好來 那這裡面呢很實用啊 很多爸爸說很重要 我還附了一個 我的時間計畫中 要送給大家嘛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就附了這個時間計畫中 然後還有貼紙可以讓小朋友去黏的啊 所以我說二到六歲 就很適合用這一本來訓練啊 有些小朋友到六歲七歲的都還很喜歡看這一本書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有時間上面的排序 然後呢 他有正反兩個教育的這樣子一個例子 讓孩子知道說 如果你時間到了 不好好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後果 賣個關子 沒有看過的 自己去找書來看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 交時間的繪本 交時間的繪本 好來 所以這個是時間排序三四歲 好再來再大一點喔 四五歲的 四到五歲的小朋友呢 我們可以教什麼呢 好 四到五歲的孩子 就是很多 你查很多很多交時間的文章裡面的話 很多的專家都會跟你講說用計時器對不對 好 可是大家沒有告訴你幾歲的時候可以開始用計時器 那我告訴各位 從四歲以後就可以開始練習用計時器 而且你可以用 你可以計時五分鐘 為什麼 因為四歲到五歲已經開始有五的概念 沒有人講你就不知道 寫下來 四歲到五歲可以做五分鐘的練習 而且是用計時器 他玩一個東西或拼一個圖 或者是做一個什麼事情的時候 然後呢 你可能去忙喔 然後你放一個計時器 計五分鐘 五分鐘 然後你就跟他講說 媽媽等一下五分鐘的時候會來找你喔 然後不懂不懂 四歲的時候還不知道什麼 就是五分鐘 沒那個概念 那個時間到滴滴滴的時候呢 就叫五分鐘 從這樣子的一個練習裡面 開始建立他時間長度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從這個年齡開始 好 所以大家只知道用計時器 都不知道從幾歲開始用 還有一開始的時候怎麼樣練習 四到五歲可以放五分鐘的計時器 你可以去忙 忙完了以後再來找他 再來跟他互動 或者是他滴滴滴滴的時候 他去找你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喔五分鐘到了喔 好 當然你要練十分鐘也可以啊 你就可以漸進式的訓練了 你就可以漸進式的訓練了 好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喔 所以這個是四到五歲 好再來 越後面我覺得越重要 因為他們越來越大了 他們真的在時間上面的這些 你看我剛才你看 這個兩個頭裡面不一樣 前面是一家時間觀念 後面練的是什麼 時間規劃 規劃就是一種計畫的能力 自己安排的能力 這個叫規劃 所以從五歲六歲 然後小學生的整個第一年級跟中高年級 我覺得這個是建立時間好習慣的一個很重要的黃金黃金的六年 真的 好六到七年 我覺得是 我覺得就是這個很重要就是這一段 我們在前面的二到四歲五歲左右的時候 先打好時間觀念的基礎 到五歲六歲的時候 現在開始就要帶著他們來做計畫 我不知道你們的小朋友有沒有開始去做一些規劃跟計畫呢 好 來我們來看看 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呢 五到六歲的孩子做整點練習 什麼叫做整點練習 就是幾點鐘要做什麼事 幾點鐘要做什麼事 譬如說回家了以後 你跟他講說他可能先去玩啊 或者說是什麼啊等等這些的啊 還小嘛 他不一定一定會很自律的就跑去 自律都是練出來的啦 沒有天生自律的小孩啦 只有練出來的小孩啦 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好 那幾點要做什麼事情 他回來的時候可能就是先去玩啊 先去幹嘛啊等等啊 好 那我覺得這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一群小朋友都還在幼兒園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你要告訴他 整點六點的時候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七點的時候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齁好 或者是假日的時候來訓練我覺得也很棒 好 讓他們有這個整點要做什麼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然後呢他就會開始對 四點有感覺 五點有感覺 六點 七點等等這樣子的會有感覺 所以你看喔 然後比較小的時候我們練 早中午晚 但是到了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練整點的這樣子一個 幾點 幾點要做什麼事情 幾點要做什麼事情 雖然現在時鐘還沒有看得很好 當然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五歲就已經會看時鐘了 但是我覺得也未必一定要這麼快就交沒關係 孩子如果可以自己試讀 然後可以懂的話 那就沒有關係 可是孩子如果不懂的時候 那也沒有問題 你就在日常生活裡面的話做整點練習 告訴孩子幾點會有什麼任務 幾點鐘出來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齁 我們都是六點吃飯喔 我們都是七點吃飯喔 齁 好 七點的時候我們要進去洗澡喔 然後去洗澡的時候就跟他講 現在七點鐘 他就會開始去看 不管是電子鐘還是一般的時鐘 他就會開始去認 他就會開始去認 那最重要的是對這個時間的時候 要開始有蠻強烈的概念 我覺得五六歲的時候 對時間要有強烈的概念 不能還是模模糊糊的 齁 好 或者是聽完七點要根本就也沒什麼感覺 等等這樣子不行 齁 好 那認數字的話其實大半生很多都已經都沒有問題 這樣子才對啊 所以擺個電子鐘 然後告訴他說現在七點了 我們剛才講什麼 我們約定什麼事情的話 這個其實是可以教 齁 這個其實是可以教 齁 齁 齁 提早開始練習的話是更好 齁 不要說都拿計時器 然後結果都是到小學中高年級的時候才開始擺這個 我是覺得可以在更小的時候開始練習 齁 可以開始更小的時候開始練習 然後到大一點了以後其實他們會自己戴手錶啊 對啊 他們自己會戴手錶啊 那如果你小時候 比較小的時候 就已經有開始 用自己用看的 或者是計時器這樣練習的時候 在手錶上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互動就 他自己的那個 手錶的那個使用上面就沒有問題了 不然的話很多的小朋友都是到了小英以後 然後就戴一個手錶 然後結果其實也沒有什麼時間的觀念 他就戴好看的 或者說是 爸媽媽會 會 會蠻擔心的 就會覺得說 那你就戴一個 戴一個手錶 然後自己知道什麼時候要上課 或者什麼 可是你就發現根本也沒有在用啊 而且現在電子錶很多啊 齁 他們可能就只是追蹤的功能 或者說是什麼而已 但是時間上面的那個利用 他們並沒有那麼好 那原因是什麼 是前面的那個基礎沒有打好 齁 沒有時間上面的那個觀念 好再來 低連擊喔 很重要喔 要跟到最後 你跟到最後的時候 我今天要送 2024年暑假日計畫表 還有週計畫表 我們親自幫各位做的 齁 好來喔 趕快進來不然你等一下會錯過喔 我都很快就帶過去喔 第一連擊 齁 第一連擊的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 就是待會要送給大家的 單日時間計畫表 單日時間計畫表 齁 欸我來翻一下 我做的 欸你看 有沒有 對啊 誰做成這樣子 真的是讓你可以回去的時候 就可以download了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用了 待會要跟各位講連結在哪裡 齁 第一連擊的時候 要開始做日計畫表 你平常的時候 在上學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時間可以練習啊 孩子還要回來寫作業 還要去上安親班 還要補習 還要幹嘛的等等的話 我告訴各位 平常真的沒有辦法進行這個單日的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齁 這個我觀察太多的那個那個家庭 真的這個 這個我不會強能所難 但是問題是 暑假就是一個好機會了 你暑假就是一個練習的好機會 好 好 這個暑假來練單日時間計畫表 自己去寫寫計畫表 比寫 比去寫更多的評量更重要 我沒有騙你 因為時間上面的規劃 一旦學起來了以後 齁 那這個孩子的學習絕對不會弱 再講一次喔 時間規劃 如果學起來了以後 這個孩子未來的學習絕對不會弱 好 如果家有國中生的家長一定會很認同我講的這句話 為什麼 因為到了國中以後時間就很緊迫了 功課就會比較多了 而且可能都會多多少少都要有考試 好 那會安排自己的時間的 喔 那就會很吃香 然後呢 很多東西就可以很快就處理掉 學習效率又高 可是這一群的孩子 Domas在小學的時候就奠定了這些時間上面的能力 時間規劃上面的能力 哪是升上國中了以後才突然變得很強的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提醒小學生的家長 一定要幫助孩子開始擰定他的單日計劃表 週計劃表 好 那這個會做的小朋友真的會變得很棒喔 好 那待會再跟大家講我設計的東西 第二個拆時間練習 這個也我覺得也蠻好的 譬如說孩子寫一張考卷 或者是寫一個評量 或者是背一段一段課文 或者說是什麼的 或者是他去寫他的那個功課 或者是他安清班的這些東西等等 當他做完的時候啊 好 他可以自己猜猜看 他花了多少時間 他可以自己猜猜看 花了多少時間 欸 大人們你們也自己練習喔 齁 當你做完 看完一本書的時候 齁 或者是 或者是 欸做完一個什麼家事的時候啊 齁 你自己不要看時鐘 你猜猜看 你花了多少時間 你猜猜看 在做家事上面 在洗碗上面 或者是你洗個澡 你猜猜看 小朋友進去洗澡的時候 出來就問小學生說 你覺得你洗多久啊 齁 你覺得你洗多久 這叫做 猜時間練習 為什麼要做猜時間練習 因為 要讓孩子有那個時間 長度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表面上是猜 其實是在幫助他們做時間上面的這些連結 不然的話 每一個進去洗澡都洗個幾個小時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覺得時間不重要啊 所以當他可以感覺到 時間是動態的流逝 其實這個可能 這一次我真的好像有比較久欸 可能花了20分鐘吧 然後再來看看你幾分進去 幾分出來等等 這樣子 你有沒有猜中 如果真的是越來越逼近了 就表示這個孩子的那個時間上面那個感覺 越來越棒 那時間上面的感覺越來越靈敏 越來越 越 越精準的時候 當然可以幫助他掌握時間 包括寫個考卷的時間 或者是做事情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或者是已經要來不及了 自己就會開始有點緊張了 齁 所以這個叫做猜時間練習 這是低年級喔 中高年級就是我剛才講的 齁 周計畫表待會我要給大家 齁 因為不是只有日計畫了 齁 中年級高年級的小朋友的話 他要開始往後看 他要知道整周 甚至知道那一天本來有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還有什麼東西我需要再加上去的 我有什麼東西還沒有做的 我可以填到哪一天 那個需要周計畫 那需要周計畫 好 那小學生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啊 好 我比較不建議去做到月計畫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擰了都不會做 就是你訂了太長了以後都不會做 這是我長期的觀察 所以當你拉了很長的那個計畫的時候 我覺得大人也是這樣 我們自己有時候也是這樣 你都規劃得很好喔 但是我告訴你就是事與願違 你真的你後面就是不會照著走 那當你發現你後面的那個計畫 是不會去執行的 或是沒辦法執行 或前面已經有delay了以後 你從此之後你不會想要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說在小學之前的話 我覺得最多就是做到周計畫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中高年級的時候 中高年級的孩子 我說要後面再過幾年的時候 就要上國中 上國中了以後 他的那個零碎時間的那個使用 是非常重要的寫下來 自己寫下來給自己看 這些筆記不是寫給我看的 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因為這些影片在明天後天大後天 不用根本就不用幾天 現在全部都埋沒在一堆的影片裡面了 那別人的短影片當然比這邊還要更精彩 但是我保證這邊的東西 比別人的短影片更實用 所以你自己要寫下來 他才會再讓你看到 要寫什麼東西 我們剛才講的 國中之後需要時間上面 更需要緊迫的時間 所以你在國小階段的時候 你就要獎勵孩子 可以用那個中間 還在等待出門的那個時間 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包括去收拾 或者是去做什麼 把東西弄好等等的 這個你就要獎勵 你要獎勵他善用零碎的時間 好 這個一定要好好的獎勵喔 所以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這個是中央年級 好來 那接下來要給大家這個 我們今天就是我跟你講說 留到最後的嘛 好 那 暑假的單日計畫表 跟暑假的單週計畫表 好 單日計畫表跟單週計畫表 在這邊 暑假單日計畫表 單日計畫表 單週計畫表 你看不清楚沒有關係 好 來 我告訴各位怎麼怎麼怎麼那個 好來 這邊喔 好 在這邊 好 好 欸這個是看活動的 這裡這裡 這裡可以評取教材 齁 所以如果你家的小朋友是 我剛才講二到六歲的 你可以先用這一本打基礎 齁 就是為什麼不能等一下這一本 然後教時間裡面很 每一頁都在都在都在 都在有時 時序 每一頁都有時鐘練習 然後還有讓孩子聽 親自去貼他事情的先後順序 他要分清楚輕重緩急 什麼時候應該要做什麼事情齁 這個我都幫大家做了 這個裡面還有手作啊 等等這些的貼貼紙 這樣的活動 從動手作去認識時間 這大概是第一本是這樣 從動手作去認識時間 從自己去安排去認識時間 齁 好來二到六歲可以這樣齁 大一點的小朋友的話 你就要來這邊領了齁 齁 或者是你家裡面有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這一本 時間的這個繪本 教時間的這個繪本了以後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再領更進階的這個教材 因為小朋友已經上了小學了 齁 好 所以可以那個 這個就是這個學時間觀念的 的的的繪本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這裡面你掃掃看 齁 我把有時間的那個書都把它 有時間管理的這些漫畫 都把它把它放出來 這樣的話 孩子就是從看書裡面去學時間觀念 去學時間上面的那個管理 所以你看是不是每個年齡都可以教 齁 好每個年齡都可以教 齁 來要教材的 你有跟到最後 你就可以看得到這樣子一個連結 如果你連結掃進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領到的時候 那你再跟我們講齁 我們 我們如果有人力的話 我們就盡量的給給大家齁 齁 來賴小君媽媽說 即將生活中的孩子來得及嗎 當然來得及啊 你現在這個生活中的這個暑假 他就要開始學習自己寧定週計畫表 他以後的讀書計畫就會很棒 那他現在暑假包括玩樂喔 玩樂這件事情放到計畫裡面 應該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他連玩樂這件事情的規劃都不出 都沒辦法 還有跟學習的穿插都沒有辦法的話 他以後怎麼可能寧定什麼讀書計畫呢 那這樣子的話 上了國中的話會比較辛苦 所以他們比較辛苦都是 都是因為他們沒有時間觀念 跟沒有時間規劃的能力 好不好齁 所以今天這一集我覺得真的 大家很值得大家多看幾遍 因為今天又帶出很多新的 這樣子一個觀念 還有不同年齡的小朋友 該怎麼樣教這個抽象這個時間 我 我很建議很多爸爸媽媽 如果今天沒有跟上的話 這一集你一定要再進來聽聽看 跳到你的小朋友那個年齡去 然後看看我們怎麼講 我們怎麼樣跟大家交時間上面這些觀念 好不好 好 希望今天的這一集 有真的很實用 然後真的可以幫助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的小朋友 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就練出時間觀念 就練出時間規劃的能力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拜拜 到那些時間 好 當然